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鲍尔16分,约神哈特17分10篮板,绿军这边,塔图姆,32分9篮板,杰伦布朗25分,6篮板9助攻,但23投井其中,肯巴沃克14分,21投5中,提湖主力中锋亚当斯,因为脚踝伤势休战,球队开局低迷,第二节被打了个,33-19,半场结束时,47-63,落后16分之多。 第三节进行到,6分29秒时,特里斯坦汤普森的罚球,一度将比分拉开到,79-55,绿军取得24分的,巨大领先,然而就在人们以为比赛,已经逐渐失去悬念时,提湖发起绝地粉击,上半场遭到对手限制的西安,首先站了出来,率队在第三节结束前,追到74-87。 第四节开始后,绿军持续低迷,老将JJ雷迪克,在一次享受后,把球丢给裁判,结果吃到第二次计犯,被逐出场,但这并不妨碍提湖,继续追分。 中场前4分11秒,英格拉姆的3分命中,终于将比分,追成了98平。 暂停之后,意大利前锋梅里,再中3分,提湖反超比分。 但塔图姆,马上还以颜色,双方展开,最后的决战。 比赛打到最后44秒,仍然战成104平。 肯巴沃克在中场前,38.5秒的3分不中。 鲍尔反击中,造成犯规,两罚一中,105-104。 绿军关键一攻,布朗篮下,强打英格拉姆。 对抗下上篮不中,球被碰出界外,裁判回看录像后,把球判给绿军。 塔图姆在中场前,11.4秒钟投命中,106-105,完成反超。 暂停之后,西安强杀篮下,顶着TT打3分得手。 提湖108-106,取得2分领先。 凯尔特人,被逼到绝境。 但塔图姆,最后0.2秒,突破抛投命中,将比赛拖入加时。 加时赛,双方进攻,都很挣扎,比赛打到最后,33.3秒。 英格拉姆左翼,命中3分,提湖115,比112,领先3分。 之后沃克远头不中,绿军只能采取,犯规战术。 哈特两罚全中后,布朗三分到犯规,把分差缩小到2分。 哈特最后,8.3秒两罚一中,又给了绿军机会。 但之后他聪明地,对塔图姆提前犯规。 后者一罚不中后,故意罚丢第二球。 但被判为例,错失最后机会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